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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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世代的價值觀 其實都很物質化很多東西 我們覺得用錢可以去買到很多幸福 我們用很多錢去買到很多很精美很美的東西 就代表一個很幸福的童年 或者小朋友很開心 但有時我們忽略一些自由自在地去玩 一些很有創意或者無拘無足的玩樂 其實我們有時忽略了小朋友最需要的東西 工作坊歷時大約九十分鐘 收費介乎一百二十元去到二百元 除了鼓勵小朋友自由創作 亦都建議家長從旁協助 很多家長會用錢去買很多玩具給小朋友 然後令到小朋友給了很多玩具 你應該會很開心 其實這些東西不是小朋友最需要的東西 小朋友最需要的很多時候是家長跟他一起玩 現在工作坊的參加者 由三歲去到小學生都有 甚至有不少是老友寄 平時他們可能在老人中心 都是做一些簡單的手作 做一些裝飾 沒想過可以做一份玩具 可以玩到可以動的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回憶給他們 我們小時候都是自己這樣做玩的 基本上都令到他們很開心 我會做一個零形的書籤 將咖啡粉朗剪開一半 再利用工具扭出一條條波羅紋 用手慢慢將咖啡粉朗壓扁 最後交上裝飾 組裝成一個書籤 它又很漂亮 很多不同顏色 又可以保持很久 因為雷是不會生手的 將它們真的很實用 天天帶在身上 亦都可以提醒自己 要怎樣可以盡量用盡每一樣的費物 Sherlot四年前創立自己的環保設計品牌 主要是在網上回收已經用完的咖啡粉朗 自己清洗乾淨之後 再製作成不同的食物出售 當初其實是朋友給我的 朋友可能在家裡喝都是很少量 可能十幾個 慢慢我們有放在市集 亦都開了Instagram 都越來越多人認識 所以有不少人在市集 Approach我就問我會不會收CAP數 叫他們儲舊一個數目或者如何保存好一點 然後再聯絡我 我就會交收或者郵寄收CAP數 全部都是用咖啡粉朗升級再造 每件平均的售價大約$200 平均每個月的銷售額大約$5000至$6000 他亦都會去到學校和公司機構舉辦工作坊 推廣升級再造的理念 早前更加以咖啡粉朗製作畫作參與展覽 用咖啡粉朗製作參與咖啡粉朗製作畫 扭完之後再將它們縫上紙上 然後再商入畫框 接下來我也會想將咖啡粉 融入多些在家具或裝置藝術 因為我也想可以用多些咖啡粉朗製作 我本身做的耳環 其實用的量可能比較少 回收的數量可能就變了未必用到很多 我接下來也想再回收龐大些的量 因為可以用多些 我也可以回收多些 男子、黃冠、啡膠漿 這個垃圾分類回收的口號已經實行多時 回收亦都逐漸融入不少型的生活習慣 但除了直接拿去回收 我們又是否可以做多步呢? 我相信愈來愈多人 都有回收這個意識 其實就可以做多些為地球 也都可以令到大家 不僅是回收濃圓 其他的產品 即其他家庭的廢物 他們都會很主動去想 怎樣去將它們回收環保一些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 就這樣拿些材料 我們希望用廢物 也都說給現在的大人和小朋友 第一,我們都需要注重我們現在的環境 我們要做些環保的東西 廢物未必一定是沒有用的 他們可以將它變成一些好玩的玩具 我們會做更多的 героicos 我們會做更多的環境 我們會做更多的製造